2021年4月3日 刘仲敬访谈第133期论三星堆 主持人Jimmy发布时间 2021年4月3日 整理者三马兄主持人 最近三星堆出土了一些文物 吸引了大众的目光和媒体的讨论 最受瞩目的是 这次发现了一个黄金面具 面具宽23公分 高28公分 含金量约8成5 推测是祭祀用的面具 至今为止 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 比较重要的有黄金杖 青铜神术 青铜纵物面具 和这次发现的黄金面具 都跟我们知道的商周文明非常不同 反而跟苏美尔文化 或者埃及文化有点类似 想请您说一下 您知道的三星堆文明是什么 为什么至今为止 都没有发现三星堆时期的古蜀文字 这么高级的文明 不太可能没有文字的流传 请您为我们解说一下 刘仲敬 文字其实是有的 只不过大家不怎么愿意承认 而且研究的方向是错误的 其实 像印章式的那种文字 为数虽然不多 但是在九十年代就已经发现 反复出现的符号有几十个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中国主义的偏见在作怪 最近出了一个新闻 有一位伟大的考古学家 李维明 宣称他在河南的二里头发现了文字 其中有一个数字是六 然后现场的考古队员跑出来说 对不起 这个文字是我们在考古的时候 为了整理挖出来的东西 做标记做上去的 它根本不是古人留下来的 这就说明 那些考古学家做梦都想要在比音商 更早的二里头和早商文化 找出下朝传说中的痕迹 并且希望它是一个有文字的东西 所以连根本不像文字符号的东西 都说成是文字 但是反过来说 有很多地方 例如干月的新干县大阳州镇 和吴城村这些地方的遗址 早就有文字符号出现 但是没有任何人愿意进行研究 巴蜀的印章文字 不但有实物 而且有记载 直到三国时期 它还没有被汉字完全灭绝 还在祭祀当中存在 只不过在公文书写上面 被汉字取代了 三国以后 相应的痕迹才渐渐消失 也就是说 在秦汉征服以后 这种文字仍然没有灭亡 而且 早就有人做过分析 只不过 他们在学术界地位比较低 现在的一些遗语学者说 这些文字 跟文字改革以前的遗语相似 还有一些本身就是遗人的学者说 传说中的杜宇的文字记载 翻译成为遗文 就是神人或者祭司的意思 用遗文来解读古蜀文字 根本不困难 但是大家不愿意 往这个方向去走 所以现行的材料 基本上被浪费掉了 按说的话 甲骨文 古仪文 和古蜀印章文字 所代表的那些东西 其实都跟苏美尔那种 仓库管理员的统计符号 是非常相似的 它们的同源性极其明显 像填字这些关键字的来源 是很容易查清楚的 之所以没有查清楚 是大家默认了 不愿意在甲骨文之前 发现系统不同 而且论来源 比甲骨文时间更早的文字 这就像是 甲骨文跟美索不达米亚符号 最古老的 楔形文字之间的关系 也没有人研究 其实 按照关键字对比的话 是很容易看出 两者之间的联系的 这个基本上都是导向问题 你在不适合的方向 做出了研究 也不给你算学术成果 所以大家就不愿意这么做了 这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这就是所谓的政治因素了 这是一种隐性的政治因素 最近出土的黄金面具 不是什么新鲜东西 只是比较大就是了 它早就有了 在90年代就有类似的东西 权杖在西亚 尤其不是新鲜东西 圣经里面的法老 都是用权杖的 巴比伦国王和巴比伦 以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国王 都是用黄金权杖的 黄金在西亚 是作为权力的象征 而且 人家并不是没有青铜器 东亚文化 像商周开始的那种 以青铜器作为王权象征的文化 感觉就像是把西亚文化的头部 贵族和祭司阶级 一刀砍掉以后剩下的中下层 给人的感觉 这些就像是陈独秀和李大钊 那个由西伯利亚局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 虽然也叫中国共产党 但是级别比苏联共产党一开始就要低一级 由马林那些荷兰白人和欧洲白人组成的上层部分 一开始就被砍掉了 这些人在李德和毛泽东的时代还存在 然后等到抗战时期以后 属于鲍罗廷那个阶级的人就渐渐消失了 最后才会出现现在的习近平这样的共产党 就是一个完全没有上层阶级的共产党 商周那种以青铜器和九鼎为主的王权 就像是把西亚的黄金给切掉了似的 这里面的来源很可能就是 在文明向外分支的时期 建立殷商的那一支可能本身就是下层军官 因此他们像是叛见敌血记里面逃到太平洋的那些英国叛变水手一样 一开始就是没有高级军官的 就是由下级军官和士官带领一批普通士兵 所以他的上层部分基本没有 而三星堆所代表的那种黄金面具的文明 他的殖民性质一开始就很强 其实按说的话 考古学家并没有隐瞒什么 只不过向大众介绍的媒体报道一般不提 当时的考古遗址上面出现的人种是极其混杂的 面具基本上清一色是西亚人的面孔 但是人类的骨骼就极其复杂 给人的印象就好像是殷墟出土那样 现在的各种人种的祖先都在那里 从比例上来讲的话 与区域很有关系 跟文明中心的祭祀坑之类的出土的地方 那些基本上主要是西亚人特征的人种不一样 好像是平民阶级占多数的地方 有大量的东南亚人口的遗骨出现 由于上层阶级留下来的遗痕 肯定在比例上是锐减的 所以古属文明很可能是一个因应帝国式的结构 他的上层祭祀和国王是西亚来的殖民者 就像是虽然生活在热带的岛屿上面 还是要像毛母小说中描绘的沃伯顿先生那样 每天都要打开看看两个星期以前的泰晤士报 看看他在永远不能再回去的英国 认识的某个伯爵夫人是不是要嫁女儿了 要不要写一封三个月以后到英国的信去祝贺一下 这样营造出一种自己还生活在英国的感觉 而实际上 它只是殖民地人口当中的极少数 留下的骨头当中 东南亚人口就这么多的话 在实际人口当中 他们恐怕应该是占大多数的 这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以黄金为中心的这个文明 后来渐渐融化和消失了 他们应该就像是上海公布局的洋人一样 他有一个欧洲式的议会结构 但是当选的议员全是有产阶级 照现在的话说 就是大资本家出身的西洋人 大部分都是暗格鲁人 而上海的大部分人口 都是有色人种 这些极少数的西洋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就开始大屁离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就基本上全都走光了 结果 上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变成一个很少白人的地方 于是公布局也就随之消失了 今天的上海 已经很难看到公布局的痕迹了 但是上海能够引以为自豪的 几乎所有遗产 和拿得出去的高档东西 都是公布局留下来的 第一级的市民文化 其实是一种殖民地文化 我觉得三星堆时代的文明 应该也就是这个样子的 在开明王朝以后 西亚文明因素的 渐次消退 已经有一些痕迹了 差不多就是真正的 都江燕水利工程 在开明王朝时期 基本完成以后 也就是对应伊朗文明 在西亚取代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 那个阶段 它同时也产生了 水利工程的进步 这个进步波及到巴蜀 就是都江燕这些工程的修建 都江燕并不是秦国修建的 而是开明王朝修建的 李冰只是一个神话人物而已 以后渐渐就要进入一个 走下坡路的阶段 这很可能是因为 内亚通道的断绝 顺便说一句 坚持三星堆文明 为西来的理论当中 有很多人坚持是西南通道 就是印度东南亚通道 这一点我是很不赞成的 比如说黄金面具的纵木 在现代是留有痕迹的 它就是低腔人口的特征 低人对纵木的爱好 一直延续到近代 近代的人类学家 和民族学家都知道 纵木的神话传说 是存在于四川盆地 西北部边缘 泥江上游的低腔人口当中 而不是存在于巴蜀南部 滇蜀边境和张谦所谓的 蜀身独到 从印度东南亚通向四川盆地 的那些滇蜀人口当中 照史记和汉书的记载 巴蜀被秦汉灭亡以后 残余的王子向南方逃窜 他们到汉武帝时代 仍然自称为古蜀王朝的子孙 而越南史学家也说 巴蜀王子在亡国以后 逃到了越南北部 建立了古罗城 利用他的巫术力量 对当地土著进行殖民统治 后来这个王朝 被南越武帝的干涉军推翻了 这两方面记载都说明 亡国以后的贵族阶级 是向南方逃窜的 这个逻辑就像是 席克索斯人征服埃及以后 埃及的王子逃到努比亚 努比亚不是埃及 但是跟埃及关系密切 在埃及强盛的时候 往往会变成埃及番属的 尼罗河上游的黑人国家 跟皮肤偏白的埃及人 在人种上不一样 但是深受埃及文化影响 所以 埃及在本土被攻占以后 上层阶级就逃到努比亚去避难 然后从上尼罗河反攻 最终光复了尼罗河流域 虽然古蜀的贵族阶级 没有光复 但是他们也是往南方边境逃的 他们在亡国时期外逃 在南方边境留下痕迹 不能解释成为开国事后的征服者 也是从南方边境来的 征服者按照常规 他们在自己的来源 应该留有一些痕迹 在平原地区的大国灭亡以后 在早期原住民居住的山地 应该留有一些痕迹 而这些痕迹 很明显就是低腔民族 在近代留下来的那些戈基人的传说 戈基人很可能就是古代敌人 他们一样是用大石头的棺材 铸造纵母面具 纵母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在其他地方都没有 只有在泥山上游高地的敌人才有 而在滇鼠边境和印度东北部 是找不出这种痕迹来的 合理的推论就是 古蜀的先辈是从泥江上游来的 而且历史往往是不断重复的 像蒂施塔尔和公牛这些神话传说 根据现代历史学家和神话学家的考证 最后变成二郎神崇拜和 狄人李特承汉帝国的战神崇拜 他们也是在今天陕西南部 跟青海交界的 明江上游白龙江一带的狄人当中 首先传播的 我们都知道 狄人在所谓的五湖乱华时期 和永家之乱时期 沿着明江河谷南下进入盆地 打败了西晋派来的刺史罗上 建立了成汉帝国 这个路线很可能就是在重复三星堆人祖先 沿着明江河谷南下的路线 又一次重演了征服 陈英克说 成汉帝国是一个天师道的帝国 而他们的祖先信奉羽神帝什塔尔之类的 这些都是伊朗文化的特征 这一次 他们传来的西亚文化已经是伊朗文化了 而三星堆时代传来的文化 还是伊朗文化 取代旧文化以前的早期美索不达米亚文化 但是传播方向是一样的 他们走的是同一个路线 导致秦国灭属的开明王朝时期 传播路线的中断 大概就是由于秦孝公和商样变法以后 秦人开拓西域 俘虏了由于这些西隆的大臣 把一渠国变成了秦国的藩属 这样一来 就把汉水 白龙江 民江通过梁州的走廊 和青海道跟西方的联系通道给切断了 汉中这条通道对楚国非常重要 因为楚国的火神崇拜也是从西亚来的 张仪和楚怀王那个时代 秦人开拓汉中 关闭西戎 楚国被孤立在东南亚 因此以后楚国的铁器技术 也就渐渐不能更新了 这个做法就好像是日本在二战时期 把上海的航运切断了 上海的生命线就在于他跟欧洲的航运 切断了这条生命线 极少数的白人人口 就无法维持上海的近代化了 渐渐上海就退化成为一个东亚城市了 同样 秦国在切断了汉东走廊以后 楚国就退化成一个东南亚国家 渐渐就没有办法抵抗秦国的进攻了 秦人在切断内亚走廊以后 开明王朝也就失去了伊朗专家的支持 军事上也就渐渐退化 不能再抵抗秦国的进攻了 这两者跟诸葛亮北伐时期 依托梁州那些小囚长的做法相同 赵前后出示表的说法 他有几十个这样的小囚长 所谓的梁州各国王给他驻战 也依靠江维的梁州兵为他打开通道 来跟司马懿和郭怀作战 目的也就是为了保持这个通道 所谓的五湖乱华当中的敌人南下 其实就是费拉化的平原人又一次被不费拉化 保持满足传统的高地人征服 滴人的风俗代表古属人的风俗 而平原人的风俗代表属人汉化 儒化和费拉化以后的编户齐民风格 反倒不是属人的原始风格 这样解释才能把整个逻辑连通起来 古代历史上的大沼泽地不是一个沼泽地 而是跟中古时期的青海道一样 是一个遗址颇多的地方 最古老的遗址在松攀高原草地是非常之多的 而现在基本上是一个不能住人的地方 说明当时的气候条件跟现在不一样 横断山谷的半坡上海拔很高的地方 有大量的人类遗址 而四川盆地本身几乎没有 这里面的原因在哪里 就是因为在旧石器时代以前的远古时代 巴蜀是一片海洋 然后变成一片沼泽 这就是古生物学家所谓的古蜀海 当时的海生生物是在成都平原低地大量出土的 当时的三峡地区的长江是一条向西流动的河流 把河水注入古蜀海 当时的横断山谷的高地可能正是气候适宜的平原 而松潘高原和沼泽当时正好就是气候最合适的平原 最古老的 有西亚风格的 包括野炼业技术的考古遗址是大量在这些地方出现的 然后才逐步进入四川盆地 可以想象四川盆地首先是海洋 然后随着地势的改变渐渐变成沼泽地 这个沼泽地跟印度大多数地区 包括印度河下游 几乎全部的恒河流域和南印度海岸 以及美索布达米亚南部 就是右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入海地区 那个错综复杂的三角洲沼泽地区 相比气候应该是极为相似的 最初居住在这些沼泽地的人口 应该是从东非到美索布达米亚南部沼泽地 然后沿着印度东南亚海岸 一路北上的东南亚居民 他们开发出来的水稻 古蜀文明也是有水稻遗址的之类的东西 大概是印度东南亚一线 适应亚热带气候和沼泽气候的作物 跟美索布达米亚南部的椰藻一样 水稻应该是起源于印度 然后向东南亚和向北逐步扩展 水稻跟文明的关系不明确 原始的野生水稻可以跟没有国家形态 和文明的部落组织相配物 也就是说水稻并不导致文明的产生 但是小麦和面包直接导致了文明的产生 小麦和面包是在耶利哥和叙利亚高地 首先产生的 而不是在美索布达米亚平原 最早的美索布达米亚文明 就是现在通常所谓的苏梅尔文明 它们的语言文字有很多叠音字 有些考古学家认为 这些叠音字其实代表了 美索布达米亚南部 被征服的沼泽地居民原来的语言 这些叠音字在从印度到东南亚的 包括百岳各民族人口的残余语言当中 仍然有痕迹 很可能就是这一带的亚热带居民 一路带过来的文字 美索布达米亚正式的文字 西行文字吸收了这些因素作为底层 但是它本身包括了很明显是仓库管理员 和高级文明的一些特征 所以合理的推论就是 最早的美索布达米亚文明 也不是单元的 它应该是在叙利亚高地上 驯化了小麦 在高地的神庙当中 就已经出现了一些祭祀符号 和仓储管理系统的高地文明 在进入低地排干沼泽 使人口和资源大量增长以后 形成的新文明 原来的野蛮的沼泽地居民没有文明 但是有稻米和其他沼泽地物种 在吉尔加美石史诗 和美索布达米亚祭祀的传奇当中 留下了一点点痕迹 向大英雄吉尔加美石和恩奇度出征的时候 就曾经杀掉了森林之神胡姆巴巴 森林之神胡姆巴巴 是一个可怕的妖魔 住在黑悠悠的 充满了森林和沼泽的野蛮地区 吉尔加美石为了修建神庙 要他提供资源和劳益 这就是征服者的口气了 你要为我服务 胡姆巴巴以他野蛮的方式 坚决拒绝了 双方打了一仗 最后胡姆巴巴被俘 要求饶命 愿意做番薯 把资源贡献给吉尔加美石 吉尔加美石一度想饶了他 但是吉尔加美石的伙伴恩奇度 坚持说胡姆巴巴必须杀 于是胡姆巴巴就被杀掉了 这个故事应该跟古世纪里面天孙民族 天照大神的子孙和大国主神的战争非常相似 照那些神话 大国主神才是日本的原住民 天孙民族从高天元下来以后 大国主神最初是看他们不顺眼的 也是打了一仗 然后大国主神被征服了 这个很可能就反映出了 弥生民族征服今天虾仪人的祖先 弥生民族 要么像江尚波夫所说的那样 可能是从亚洲大陆来的 有一些更先进的技术 要么可能就是 日本西部吸收了外来资源和技术的一些族群和政治团体 征服了东部比较孤立的那些虾仪人的祖先 导致了日本国家形态的产生 征服产生国家 这基本上是世界历史上的通力 国家本质上是军事组织的产物 而原始部落很可能是没有军事传统的 打打架 打败的人就跑掉 很难形成稳固的征服者结构 国家很可能就是对跑不掉 又不能杀光的原住民实施殖民统治 才建立起来的东西 也就是说 本来是临时性的军事组织 以后要建立常设性的军事组织 然后才会产生文明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当中留下来的这些神话就显示出 人数不多 但是拥有比较高级的宗教 技术和组织能力的这些征服者 征服了不知道人数有多少 但是至少也有一些生存能力 农作物和相当多资源的沼泽地居民 这很可能就是在叙利亚高地产生了小麦啤酒 和神庙祭司仓库的这些苏美尔人的真正祖先 在进入美索不达米亚沼泽以后 对没有能力开发沼泽 像青蛙一样居住在沼泽地上 利用沼泽地的生物过比较原始生活的原住民的征服 他们的文明形态以神庙为中心 赵美索不达米亚大洪水的传说 洪水以后所有地方都被淹没了 神庙的祭司下去以后 以神庙为中心进行组织 重新丈量和划分土地重建城市 像乌鲁克这样的城市 都有洪水以后重建的记录 大量烧制砖瓦建设城市 现代的考古遗址也证明 他们有大量的砖瓦烧制厂 砖瓦上课的可能最初 是为建筑做标志的符号 也变成了楔形文字的一个来源 这就说明神庙的功能 比现代的神庙要多得多 而且是文明的组织者 美索不达米亚早期 王这个词有两个来源 恩西和卢家尔 一个是相当于城市共和主义的 富豪统治的长老来源 一个是神庙的祭司来源 所以美索不达米亚的王权系统 也有两个 一个是由祭司演化而来的王权 一个是由建立共和式的 长老式统治的大长老 建立起来的王权 他们在美索不达米亚语言中 留下的痕迹也不一样 这就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向外扩张的基本模式 印度河的文明产生的时间稍晚 但肯定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分支 迪尔蒙的传说和记录中提到 早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进口的很多东西是从印度河口 用船只沿着波斯湾运来的 印度河口的文明 比如说哈拉帕文明 它们的风格是典型的美索不达米亚式的 就有人认为三星堆文明 是从哈拉帕文明过去的 但是我认为 它与其说是从哈拉帕文明过去的 不如说它跟哈拉帕文明一样 就像是香港和上海的关系 香港和上海都是英国殖民主义的产物 但是上海并不是香港殖民的产物 三星堆也不是印度河殖民的产物 上海只是比香港稍晚一点 被英国人殖民 这样在逻辑上才通 而且殖民的路线并不是从西南移 印度缅甸这条路线过去的 而是从西北的干青走廊一带 进入宝敦文化的 就是三星堆以前刚刚从沼泽地退去的 明江河谷西北部的这些地方 古蜀的首都是不断向南迁徙的 最初的中心是在山地下面 这个逻辑跟北京是蒙古人的中心一样 北京是最接近于草原的城市 阿拉伯人征服以后 也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沙漠边缘建立库法城 库法城就是一个沙漠港口 北京城就是一个内亚港口 而随着文明的逐渐开拓 首都不断向南 首先移到绵羊 然后才移到成都 合乎逻辑的推断就是 最初的时候成都还是一片沼泽地 根本没法住人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排水技术的进步 原来的沼泽地渐渐开拓 变成最肥沃的平原 所以首都才会像卫孝文帝迁都一样 从平城迁到洛阳 平城是内亚的港口 而洛阳是东亚大平原的中心 成都是四川盆地的中心 绵羊则是一个比较边缘的地方 首都从绵羊向成都方向的迁移 就像是北魏鲜卑人 从平城向洛阳的迁移一样 反映了征服者 逐渐被平原人同化 同时 随着水利技术的开拓 人口中心和经济中心向南方扩张 稻米是典型的 跟文明没有关系的 亚热带沼泽地原住民的产物 在黄金面具和西亚风格的文明出现以前 古书海的沼泽地退去以后 考古证据已经显示有使用稻米的 跟百越人口很相似的东南亚人口 在成都平原居住了 但是他们没有国家形态 三星堆的黄金面具文明像是拔地而起 从天上掉下来的 就像是工部局的上海一样 它在大清国的松江县找不出先例来 但是在大英帝国的香港和印度 却可以找出先例来 跟三星堆相对应的传说 民俗和考古遗址是从干清地带 到明江山谷一带分布的 就像是上海的考古遗址和民俗 是在加尔各达和香港之间一样 这里面显示的逻辑非常清楚 三星堆文明像它的远足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一样 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混合的文明 而且比例有所不同 在美索不达米亚 来自叙利亚高地的文明主体 在人口上很可能是占多数的 沼泽地后来自然变成平原和农田以后 可以养活大量人口 但是在文明人殖民以前 可能只能养活极少量的主水而居 像青蛙一样的原始居民 总之 他们占的比例应该是 没有像远东的殖民地那样大 所以留下的痕迹也很少 只在语言当中留下一些叠音字 Humbaba就是一个典型的叠音字 但是 在印度 情况又可能不一样 可能原住民就占多数了 在三星堆 原住民肯定是占压倒多数 而他们在上层阶级当中 占的比例却很低 上层阶级的人口也是混杂的 来源各不相同 很像是统治英印帝国的 欧洲公务员系统 英国人在这里面 其实是占少数的 英印帝国的公务员和上层阶级 包括了来自于全欧洲的人口 而莫沃尔帝国的上层阶级 包括了来自于伊朗河中地区 和穆斯林世界的人口 也只是祭司共和传统 这些大长老很可能代表不同的城市 每一个城市有一个大长老 有比较小的大历人 而中间有一个最大的历人 可能就代表着领袖城市 像河马史诗中 阿加门农王那样的领袖 祭司国王 他并不是独裁统治者 他只是代表最强盛 威望最高的城邦 像苏美尔史诗中描绘的那样 曾经有一度洪水以后 王权在基石 基石并没有像汉姆拉比国王那样的 专制统治者 他是苏美尔几百个城邦当中的领袖国家 有齐桓公和晋文公那样的君主 准确地说 不是君主而是霸主 因为很多城市是共和国 威望最高的城邦 享有荣誉领袖的称号 但是其他城邦的领袖 并不是他的奴仆和下属 三星堆的那十几个历人 规模比较小的历人 应该就是这些次要城邦的领袖祭司 而最大的那个历人 应该就是像王权在基石那样的领袖城邦的历人 这个解释是巴蜀本地学者段宇提出来的 他也是坚决主张 黄金面具和青铜在巴蜀都有 但是黄金面具是远东其他地方所没有的 所以巴蜀文明应该不是远东文明 但是他在中国考古学界的地位就比较低 他提出的学说也不能得到官方的接受 这个学说是1990年就有的 应该解释成为 三星堆的文明也是一个城邦联盟 那些比较小的 威望不大高的城邦 就像齐桓公和晋文公会盟时期的郑国和蔡国这些小国一样 他们愿意接受齐桓公的领导 但是他们并不是齐桓公的下属 所以他们的造像在遗址中间发现 就比领袖城邦的祭司的造像要小一格 显示他们是盟员而不是盟主 但是这些神像众星捧月的结果是放在一起的 说明他们基本上还是委员会主席和委员的那种关系 这个关系 跟苏美尔文明黄金时代 乌鲁克城邦 基石城邦 乌尔城邦争霸的局面也是一样的 基石是最早的霸权城邦 然后霸权一度移到乌鲁克 最后移到了亚伯拉罕的乌尔 这也是齐桓公和晋文公诸侯争霸的基本格局 同样的文明产生出了同样的结果 古老的巴蜀文明应该就是这些殖民者 把拥有水道和东南亚沼泽地作物的不同居民 通过水利开发和神庙建设组织起来的结果 三星堆的文明比殷商的文明更早 而且更高级 有很多证据 包括他们的城市结构 现在乌鲁克城河美索布达米亚的城市结构 已经研究的比较清楚了 今天伊拉克地方的文明应该大体上可以分为三段 以乌鲁克为代表的早期美索布达米亚文明 以亚伯拉罕的乌尔为代表的晚期美索布达米亚文明 亚利安人征服以后的伊朗文明 这是三个不同阶段 亚利安征服起的作用 好像就是日尔曼人入侵欧洲的那种作用 把晚期已经趋于专制化 辩护其民化 土壤退化 文明退化的文明 重新启动了一下 跟很多进步主义者的想法相反 早期美索布达米亚文明 在有些方面 比晚期美索布达米亚文明 给人留下的印象要好 它不那么尚武 缺乏军国主义风格 圣经当中 巴比伦人和亚述人进行过可怕的征战 例如 用纵火队焚烧耶路撒冷城墙 把比远东的任何城墙都要厚得多的 自身就像一座城市一样厚的 石头做成的耶路撒冷城墙 在烈焰中烧得炸裂开来 近代的以色列考古学家发现 城外几百里的橄榄树林都被砍光了 橄榄树本来是作为重要的经济作物 和国家财宝而保护下来的 希腊人就主张战争是可以的 但是在战争时期 砍伐橄榄树是不可饶恕的战争罪 而橄榄树被巴比伦王的专职纵火队员 全部砍下来 堆在城下 一把火烧裂了耶路撒冷城墙 这种可怕的军国主义战争 在早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还不存在 早期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城市的城墙是祭祀台 它的坡度极其平缓 平缓到从城外老太婆都可以爬上来的那个地步 但是城墙上的平台极其宽广而壮丽 跟这个极其相似的平台 在巴蜀平原已经发现了相应的残余 没有问题 它是一个梯形的斜坡 它完全没有防御职能 但是作为祭祀和表演的舞台是极其合适的 可以想象 当时的城邦盟主 他们也是最早的天文学家 计算黄道吉日 在太阳 星星和各种光照最合适的时候 在这样的城墙高台上举行仪式 对于那些被征服的土著民众 和崇拜祭祀领袖的盟邦小国来说的话 这样豪华壮丽的宗教仪式 一定是孔子所谓的远人不服 择修文德以来之 让大家心悦诚服 他们可能像印第安人的夸父宴一样 酋长不怎么需要打仗 举行宴会 在宴会上把自己拿来的各种宝器 向临近部落的酋长和广大民众炫耀一番 为了表示我有多富 甚至要扔掉 砸掉 烧掉一些宝器 其他酋长自参行贿 我们部落就拿不出这么多宝器 扔掉或者砸掉 我服了 你就是盟主了 举行这样一个夸父宴 就确定了国际关系 在乌鲁克的城墙和三星堆的城墙上 举行这些宗教仪式 大概具有同样的意义 我们要注意 有些祭祀坑里面的青铜宝器 是烧掉或者砸掉的 可能也有类似的含义 这样的国际关系和政治统治方式是比较文明的 它不怎么需要杀人 原始土著民族看到英国人盖起的洋房 顿时就跪下屈服了 根本不用打仗 而领袖城邦跟其他城邦的关系 也主要依靠祭司修文德的结果 因此 这样的城市在晚期美索不达米亚的冰车 产生以后可以说是不堪一击的 很容易就被打倒了 而乌尔城邦和征服了乌尔 统一枚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人 加勒底人和北方的亚述人之间的征战 那就是高度专业化的 专业化的战车兵团 投射兵团诸如此类的 这样的城墙不堪一击 而新的城墙变成了有防御的城墙 我们要注意 这个城墙跟殷商的城墙是很相似的 它是准备好相应的坡道和轨道的 秦始皇要车同轨 像现在的铁路一样 如果轨迹不同 很容易翻车 事先就在城墙里面准备了战车道 是在准备防守反击的时候 为了城里人的战车 从城门迅速地冲出去 打垮敌方阵营而设立的 同时 城墙也变得极其陡峭而高峻 不要说是老太婆了 连武士都爬不上来 这就是准备 在我们的城市 一旦被人围攻的时候 这个城墙要守得住 祭祀的功能退居幕后 战争的功能具与压倒优势 殷商所代表的文明 跟亚伯拉罕的乌尔以后的晚期 梅索布达米亚文明 和取代梅索布达米亚文明的 军国主义诸帝国 非常相似 他们是战争国家 而殷商是一个吃人的国家 甲骨文反复记载 被俘虏来的人 包括方伯和酋长之类的 他们的人头被放到锅里面煮 像现代人吃火锅那样 是实实在在拿来吃掉的 冷酷无情的 当作一种资源来运用 把所有的东西 包括活人 当作资源来运用 顺便说一句 梅索布达米亚早期文明 是没有人记这回事的 乌尔开始的晚期文明 出现了活人祭祀 现代的考古学家 已经发现了这一点 但是活人祭祀 并不是沙弗虏 而是上层人士和贵族 包括贵族妇女 在国王或者领袖去世的时候 从容不迫地自愿殉葬 有些考古学家推论 他们可能服了一些 像大麻或者埃及兰睡莲 这样的致幻剂 在幻觉当中 觉得他们要追随 他们的领袖进天堂 有一个女孩子 大概也是宫廷妇女 还临时把她的糖果之类的东西 装进了口袋 衣服整整齐齐 绝对不像是受强迫的样子 也没有俘虏被杀的痕迹 到了远东的殷商就变成 大规模的数以千计的俘虏 在祭祀中被杀 杀掉以后 骨头送到工厂 去做成碗 或者其他什么手工业用具 肉就直接了当地 跟牛肉和羊肉一起吃掉 国王死后 自愿献身的祭祀不见得没有 但是数量肯定距于下风 这就是没有把被征服者当作人 而是把被征服者 当成牛羊一样的野生动物来处理 田猎的意思就是 烧一把火 把野田里面的野生动植物烧掉 同时把被火赶出来的野生动物 作为狩猎对象 在开垦田地之前 先痛痛快快打一次猎 吃很多肉 被赶出来的那些野生动物 不仅是野牛和野羊之类的动物 还有大量的野人 商朝的投食器和箭矢之类的东西 都是为了在逃跑的野人腿上射一箭 或者缠住他们的腿 然后把他们拖回来吃掉而设计的 就像是盼见蝶血祭的水手 到了野蛮的不得了 跟他们的文明没有办法比的 住泥土房屋的地方 而他们自己的资源又极其匮乏 于是就发明了一种阿斯特克式的理论 就是说这些土著居民只是野生动物 不是跟我们一样 但文明程度较低的原始人 而根本上就是野生动物 抓来吃跟吃野味一样 没有什么区别 这样的特点在三星堆没有显示 三星堆没有这样的军事化的城墙 或者战车也没有吃人习俗的记录 它代表的是乌鲁克 那个时代的早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它是祭祀国王的文明 而晚期美索不达米亚 是军人国王的文明 在由马邓的马背乌克兰 和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发明以前 战车像坦克一样无敌 后来战马骑兵产生以后才被骑兵所取代 战车文明是晚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和殷商文明的体现 它代表的就是像圣经当中 撒木尔谴责以色列人那样 以色列人为什么要立一个国王 以色列人原先也是持有祭祀国王的 就是圣经里面的士师 士师是主持祭祀的宗教领袖 以及判案的法官和习惯法主持者 他不怎么会打仗 以色列人说我们老打败仗 为什么 因为别人都有可以调动一切资源的军人国王 而我们以色列人没有国王 于是他们就向撒木尔要求 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国王 撒木尔愤怒地对他们说 有了国王以后 国王会虐待你们 这是你们自作自受的 但是以色列人还是要国王 后来果然出现了三宫六院的所罗门国王 所罗门还有一些工业 而他的后代就是没有工业 只有虐待了 完全应验了撒木尔的预言 撒木尔代表的就是工部局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绅士 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极权国家崛起以后 像外交大臣格雷一样含泪说道 欧洲的灯火熄灭了 我不会活着看到灯火重新明亮起来的那一天 1989年萨拉热窝的枪声像1914年一样再次响起的时候 老欧洲人密特朗就想到去访问萨拉热窝 密特朗总统是一个记得就欧洲的欧洲人 他知道欧洲文明永远没有恢复到1914年以前的状态 我们不能认为原子弹和手机的技术比19世纪先进 20世纪就比19世纪文明 19世纪不需要护照 你只要有钱就能80天环游地球 如果警察怀疑你是罪犯 你拿来一封私人信件就可以让警察道歉 今天最文明 最民主 最自由的美国 没有这种事情 你不可能在美国不使用护照的 护照的使用就是20世纪文明堕落的一个标志 晚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和早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之间的关系 也是这样的 军人国王取代了祭司国王 残酷地毁灭文明 砍倒橄榄树 把战败的城邦不仅在政治上征服 甚至毁掉他的水利设施 恶意地把他的田地变成一片严检队 让他变成无法生存 无法延续文明的荒漠地带 这种野蛮的战争手段 在早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不可想象的 伊拉克的衰落 也跟战争形势的升级有关 就像是广岛市的战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 是不可想象的那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 德国军队在比利时 烧了一座中世纪的图书馆 鲁温大学图书馆 茨维格 罗曼 罗兰和欧洲的知识分子 立刻勃然大怒 把德国人当作野蛮人来痛骂 一座图书馆算个屁 德国军队在比利时 枪毙了一个被怀疑为间谍的护士 英国报纸又要大发雷霆 为什么会有这样野蛮的人 二战时期 上百万的平民 由于怀疑他们的族群 可能同情敌国 而直接了当地被强制迁移 再也没有人放个屁 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斗争升级以后 发展到毁灭文明本身的地步 这就是博弈固有的结果 三星堆和殷商没有直接关系 没有证据证明 他们有过直接交涉 但是三星堆所代表的 显然是那种气氛比较舒缓的 早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而他由于地理上的缘故 跟商周那种战车文明 开始没有接触 接触以后 在开明王朝时期 他也慢慢地开始被动使用战车了 我们可以发现 他的战车的原盾是苏美尔盾 而不是亚树盾 亚树盾是方盾 它的屏蔽能力比较强 适应了更加残酷的军事形式 在专业的弓箭手万箭齐发的时候 方盾能够很好地保护盾手 而且方盾可以截阵 一大批使用方盾的士兵跪下来 把方盾排成一排 可以形成一个盾排阵 就像是一个临时的城堡一样 很难摧毁 而到了开明王朝时期的巴蜀 使用的仍然是早期苏美尔的那种原盾 考古学一直显示 原盾就是胸前这样小小的一片 如果万箭如雨 这个原盾根本保护不了你 它适应的是早期比较绅士化的战争 原盾使用者的下半身完全是暴露的 可以想象它的使用者是君子 就是印度古代史诗 对于阿周纳和那些英雄所描述的那样 高贵的绅士打仗的时候不攻击敌人的下半身 打了敌人的下半身 赢了也不光彩 这种绅士化的伦理 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战争伦理 在更残酷的战争来临的时候 在自己的本部都已经被摧毁了 坚持使用小原盾的开明王朝 最终被装备了亚述式武器的秦国 残酷无情的征服 这个故事早在凡尔登的欧洲 和美索布达米亚本土早已发生过了 可以说 唐继尧和陈炯明 这些坚持就是军阀战争伦理 不肯多杀平民 不肯搞总体战的军阀 在蒋介石和周恩来以后逐步没落 这跟三星堆文明 在秦国兴起以后的没落是一个道理 他们的文明是经过日本 从普法战争时期的欧洲输入的 他们的军阀部队 使日本人按照普法战争时期 德国军队的方式组织起来 然后再交给这些军阀的 他们适应的是普法战争时期 欧洲的伦理 不伤害平民 专业军人进行小规模的战争 然而 这种战争模式 早已在1916年的凡尔登绞肉机 被他们的祖师爷欧洲自己抛弃了 因此 在祖师爷在欧洲毁灭的时候 他们的徒子徒孙 自然而然也就在远东 被蒋介石和周恩来毁灭了 同样 三星堆被秦国毁灭 也是唐继尧和陈炯明 被蒋介石和共产党毁灭的同类 是因为他们的祖先 再美索不达米亚 已经被更加野蛮 但是更加强大 技术更加先进的 巴比伦人和亚蜀人毁灭了 当然 这意味着自我毁灭 文明进入了死循环 只有依靠蛮族征服 才能解救了 于是 骑着战马 拥有比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更先进的军事技术 但是有满洲人和蒙古人的 部落酋长作风 跟早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一样 喜欢搞贵族歧视的战争 觉得晚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灭绝平民的战争 极其野蛮的伊朗亚利安征服者 从欧亚大草原长驱南下 像环抱一样 首先从西方的赫梯 通过海上民族直靶埃及 然后从东方的伊朗印度一线 征服了北印度 最后在居鲁式的 波斯人的率领之下 毁灭了伟大的 古老的巴比伦城 而晚期的巴比伦人过的 已经是费拉式的生活了 这是日耳曼人 征服罗马的一次预演 文明中心的波动 波及到远东 伊朗式的文明 以及他们的天气神地施塔尔 在高原地带和山地 修建水利工程的技术 缓缓地传到东方 才产生了像都江燕这样的工程 但是这时候 古蜀文明已经接近于衰亡了 古蜀文明 基本上是早期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底子 建南地 很不适应地 吸收了晚期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和伊朗化时期的一些技术 但是改变不了 自己缺乏军事动员能力的习俗 以及跟本地生存环境不相适应 需要耗费大量资源的习俗 比如说传统的武丁历史体现的习俗 巴蜀是一个平原地区 只有泥土而没有石头 但是横断山区和民江上游 有很多石头 所以 民江上游的割击人 和低枪人 用石头做棺材 大人物还在自己的棺材上面 立一个纪念柱 这就是杜甫在成都写的 《施损行》里面说的那样 他那个时代的成都已经觉得这样的巨石非常罕见和奇怪了 而且尤其是 雨多往往的瑟瑟 瑟瑟是一个伊朗化的词语 白居易 江州司马青山诗的琵琶型那首诗中曾经提到过 半江瑟瑟半江红 瑟瑟是绿松石 绿松石在远东完全没有 但是在西亚和印度和流域是常见的装饰品 白居易是龟自人的后代 他对瑟瑟比较熟 都府看到下雨以后 巨大的石损下面冲出一些瑟瑟来 这些瑟瑟必然是那些牧主人的 因为石损是坟墓的标志物 牧主人在他的坟墓中间买了一些西亚的绿松石 这些绿松石和巨石都是成都平原本来没有的 需要用大量的劳动力从远方搬运过来 所以 传说中五丁开山 蜀王修路为了得到的黄金 必然就是西亚的黄金 西亚为什么黄金多 因为黄金的主要产地在西非 北非的黄金稍微少一些 穆斯林时代的开罗和军事坦丁宝败占庭皇帝的金币 主要都是非洲黄金的金币 传到远东就要少得多了 拥有西亚贸易通道和殖民通道的人就像上海通过海运跟伦敦联系的很紧密一样 走陆路到洛阳反而花的时间很长 在铁路不通洛阳的时代你几个月都到不了洛阳而你几个星期就到伦敦了 所以地图上看上海离洛阳很近离伦敦很远 但是实际上它离伦敦很近离洛阳很远 三星堆必然就是根音商从地图上看着很近 但是实际上却走不到 跟西亚却像是上海跟伦敦一样联系的很紧密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黄金的 色色绿松石也像是那些黄金一样 是当时的大人物和上层精英阶级拿来做自己的装饰品的 经过长达千年的盗墓和破坏 到杜甫的时代还经常会被雨水冲出来 可以看出当时宝物的丰富 现代历史学家认为 武丁开山的传说中武丁不是五个大力士 而是五个劳动组合或者职业团体 他们负责去开山和从事其他活动 他们可能就像是埃及修建金字塔的工匠队一样 从事大规模的道路工程建设活动 是这些人支撑起了古蜀文明上层阶级的奢侈品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点赞和分享转发